嗨,大家好,我今天又做这个视频日记了 明天我就要答辩 明天,今天6月13号,那14号就要答辩 答辩完一直要到28号才那个 叫什么晚会的 或者28号叫毕业年龄,那开完之后 估计还要有点时间要做 在学校我真的是 前不久我那个微博嘛 不是转发了一下那个美助华大使馆微博 结果一下子我那个微博给消耗了 我我昨天又申请了一个电话号码 又搞了一微博 新生vlog 现在我要尽量这个保守言论 不能天天吹的 不能发表这个太超前的言论 观众们接受不了 说我这思想太先进了 太先进了 太先进了 已经有9个在微博里面已经有9个关注我了 9个 我准备走什么路线啊 最近啊 我准备走这个稍微喜剧的这个叫搞笑的路线 因为现在你必须走这个路线啊 你不走这个路线 那你走那种深刻内涵呢 阐述这个社会正义法治民主自由 那不下巴马直接给你消耗啊 你还跟我讲什么人权怎么言论自由 你有啥言论自由啥都没有啊 去去看去去光盘 光盘 那我买点就没有去光盘 光盘啊 我是不是把我的发布进去了 没有 因为你那边的声音估计可能距离有点远 呵呵呵 它会录取我的声音 我会用了呵呵的引进去 放心吧 我如果我如果全球出名了 正好带上你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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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每个每期每个视频呢 只有大概不到100个播放量 呵呵呵 偶尔有几个火的几万吧 哎刚才有什么话里的我都忘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下家伙论 讲这几天的安排的 学校的安排嘛 而且同学啊他们不好意思入镜嘛 入这个镜 低调 我们的我的同学摄友啊都很低调的 我的三 比如说为什么偶尔网一直会忍着 比较含蓄 偶尔吹一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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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安全啊 没有 真的 那他为什么叫安全游览器啊 我的电脑不知道怎么整的 给我弄一个 那我真的很伤心 搞得又卡了 我的电脑又卡了 我的电脑 我电脑从大一开始买 一直到现在 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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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你放的不是时候 你吃吧 马上放在我可能就跟一个谈一下 你吃吧 太卡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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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先把答辩 这几天几个任务 明天先把答辩搞定 毕业 安全毕业 安全毕业 该拿的证 双证 毕业证 学位证 拿到 到手 两个用 还有工作 要整好 工作 因为我那个中铁那边的工作也已经 基本上加入了 还有这个户口可能也要转一转 这四件事 另外呢 出国签证了 五件事 五件大事 电源姐是在唱 太晚了 不是啊 不是啊